鎖定鎖定再鎖定 乌克蘭秀出无人机 第一视角攻击新影片 快速摧毁敌军藏匿的武器 乌军持续在前线冲突区 敌死防守 前面道路颠簸 还是得随时撤离 位在哈尔科夫的沃尔城斯克 乌克兰士兵平换阵地躲藏 就怕突袭行动会曝光自己的位置 不间断开火歼灭敌人 因为俄罗斯士兵就近在眼前 德国记者跟到前线采访 第一手记录战争实况 密集交火找掩护已成常态 而乌俄近期战场推进 更是顺息万变 美国智库最新报告显示 乌军在哈尔科夫市以北小福往东 收复师徒局部反击看到成效 当地持续两个月的攻击 据传俄军撤出部分地区 似乎感受到强烈压力 开始强化多地进攻力道 俄罗斯不甘示弱 再夺下一个城镇 那就是盾内刺客的福斯 获得乌克兰透露 俄军这些新举动 目的就是想夺走 他们的战场武器 乌军靠着射程20公里的捷克制 吸血鬼火箭炮 还有其他西方武器 勉强守住前线 但事实上军力已经大不如前 战场上的声音 北约盟国给出回应 华府北约峰会上承诺 一年内要提供乌克兰 四百亿欧元军援 最大盟友美国也跟上脚步 美国总统拜登在北约峰会期间 给足乌克兰面子 直接宣布价值 二点二五亿美元的军援案 内容涵盖爱国者飞弹 刺针和标枪飞弹 以及at4反装甲火箭发射器等 可以强化乌克兰对抗 俄军的空中防御实力 但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 想要的不止如此 泽伦斯基在北约峰会上喊话 打仗不能绑手绑脚 要北约成员取消武器限制 让他们从防守的立场 转为进攻 不过对武器限制 凯绿灯恐激怒俄罗斯 美国相当谨慎 只表示现在政策上没有改变 但俄罗斯在外交场合上 也持续指控乌克兰式乱源 面对联合国通过要求 俄罗斯撤出欧洲最大核电厂 官员反指控乌克兰才是造成 核威胁的元凶 但俄罗斯出兵引发两国冲突的事实 难以辩解乌克兰很多地方早已被炸得面目全非 战事拖得越长 死伤人数就会越多 这次亲自跑到华府搬救兵 只希望西方先进武器能让他们反手围攻 TVBS新闻做不到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